大家好,我是来自首库尔的,在这里,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游戏呢,也是闲置 披萨啊,这个,为什么突然挺顿呢,因为目前来说呢,也是出不去家门嘛,所以对于披萨的一个热爱啊,现在 有点石鹿骨髓了,我这个出不了家门比较难受啊,然后现在比较馋 看什么呢都想吃,然后这个游戏啊,其实中文中语啊,这个给了一个三行,但是 理论上来说,如果说硬干的话,就硬可大家硬想的话,它这个游戏 呃,我说句实话确实是不止三,呃,原因是因为其实游戏啊,存在很多 就是可能运行上,我个人觉得运行上自己都没弄准备的一些事啊,呃,这个游戏呢,其实我 刚才给三行的时候,确实是犹豫了很长时间,原因是因为游戏虽然说 呃,丑上去不错,然后也是值得三行,但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 它自身的一个游戏设定太过于漫长,前期的心上直到,特别的长 呃,我玩的大概能有十分钟吧,呃,这个才完全的跳过引导,然后自己去进行一个 游戏的一个发展,呃,游戏呢,目前可以升级的东西呢,有以下几个,首先第一个是你运货的这个车 它就是以送外卖的形式啊,去卖这个披萨,所以第一个是你运货的这个车 你可以升级,第二个呢,是你的这个,叫做 接电话这个人员可以升级,第三个是 还有一个可以升级的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啊,做披萨的这个速度 一共是三个东西,呃,目前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前期大家升级电话最好,然后再升级车,最后升级皮特,因为皮特呢,是可以大家通过手动点击去加速的啊,这个确实是,我承认我这个确实是玩试了,呃,可以通过手动点击去加速,但是别的呢,确实是不太行,车虽然说可以加速吧,那加速效果呢,不是特别明显 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呃,你自己的一个看法,你会发现啊,这个游戏,它给你带来很多一些,你影响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说,呃,既然会有人,这个订完外卖之后啊,竟然不久啊,这个不知道是我显示bug还是什么问题啊 就我的人员呢,已经将这个东西送到了他家门口,但是他依然是选,没有选择下来这个鸡蛋啊 我个人觉得啊,有点过分了,兄弟,我已经给你送外卖了,你看想咋的啊 怎么还非得送到家门口吗,我个人觉得 应该不至于这样啊,所以说在后来的一些版本当中呢,可能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需要大家去,比较有效的去改正啊,但是,呃,游戏唯一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就是,游戏的一个进程太慢了啊,这个很多时候会感觉到 那进程过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影响,就比如说游戏的一个大体的情况啊,会 呃,大幅度的缩减,第二个呢,就是 游戏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负重感,因为它,呃,自身升级的速度呢,也比较慢 然后人物的这个移动速度呢,也比较慢,然后人物的一个大体的 呃,走向也比较慢,然后大家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游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 它会偶尔的出现一种,呃,感觉不知道接下来干嘛 呃,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点是啊,这个你卖pita是需要交税的啊 这个我也没太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啊,但确实是 你卖这个pita有这个税款,税款呢,就是目前楼上有钱币的这个大楼会去守 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完善吧,反正什么都有 但是游戏的一个最大问题呢,就是,哎,前面说的比较拥长的这个问题 呃,游戏呢,其实任务系统也有,然后任务系统会给这个金砖 这个金砖的用处呢,目前来说呢,就是换一些大家所必须的这个道具 或者是加速,呃,拥砖的,金砖的这么一个 作用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前期所获得这个金砖呢,暂时先攒一攒 因为如果说不攒的话,到后期呢,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游戏是可以充钱的,如果说大家充钱玩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建议啊 大家还是以这个手动为主,然后我是断网连接的,断网玩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倒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现在呢,我的这个订单已经满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是11弹,12弹这个订单全部满了 这个订单的这个额度啊,需要大家去,呃,通过升级这个电话按钮的这个建筑来升级 这样的话呢,可以接很多的这个订单,然后呢,再升级车的这个速度 然后加上车的一个,呃,运拿时间就可以了啊 游戏大体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没什么太弯弯绕绕的一些东西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的游戏呢,就是闲置披萨,游戏评价呢,大概在30左右 呃,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观众我们首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请观众我们首酷儿的下期视频 我们首酷儿还有其他游戏攻略,等待您来观看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